中国男人这次终于站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了 根据中国民政局统计年间 2019年中国男人外娶比例 首次超过了中国女性外嫁数量达到了60% 这个现象在广东广西云南这一带 游游云险 好家伙 中国男人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了外国姑娘 眼里的香饱饱了 而与这个行程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女孩越来越不助理外国男人 2001年的时候 中国有7万多女性选择了嫁给老外 但是到了2020年20年过去 只剩下了7000人 20年的时间缩水了90% 各位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真相 就是经济发展的浪潮 正在对国人的择偶进行了一次 重新的分配和选择 过去我们有一个认知 就是在中国的婚恋市场上 我们会认为男性会找一个 稍微比自己弱一点的女孩 而女孩呢会找一个 稍微比自己强一点的男孩 那这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条件最差的男孩 和条件最好的女孩 那就怎么样也找不到对象 那过去条件好的女孩呢 他们就会嫁到欧美 国内找不到 就去国外找吧 条件差的男 那就懵了 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打光棍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越来越强势发展 这些中国实力角落的男孩 有了第二个选择 就是娶一个老外做老婆 比如以广西从左为例 在从左地区的一个边境小县城 人口就二十多万 可是呢 陆陆续续居然嫁进来 一千多位越南新娘 可是你要知道 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 并不是特别的高 即便如此 越南女孩也愿意嫁进来 为什么 当然还是经济了 越南的人均GDP 2022年只有3700美元左右 连我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广西从左 它的人均收入 就可以达到四五千元 这个对于越南姑娘来说 与其嫁给当地的男人受苦受累 还不如就近择偶 嫁给中国人要好得多 更重要的就是 越南当地对于财力的要求 并不是很高 也没有什么买房买车的 这种强制要求 大部分国内家庭 它都能够承担得起 也不必说为了娶个老婆 要把自己弄得负在内里 其实这一幕早在20年前就上演过 那伙是反过来 是香港地区的男生到内地来找老婆 统计数据显示 从1998年开始 香港男性娶内地女性为妻的数量 大幅提升 仅2006一年就有2.8万的香港男性 娶了内地的女子 而那一年香港结婚人数总共才5万人 也就是说香港男性的外娶比例已经超过了50% 这个案例背后也是经济差异带来择偶权的重新分配 你要知道在2000年前后 我们中国刚刚加入WTO 内地薪资还是比较低的 而香港那伙人均的薪资都已经过万了 听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了 那为什么国内女性外加会越来越少呢 这是不是也是经济繁荣带来的呢 有人统计过2001年是中国女性外加的高峰期 这一年有将近7万女人选择了外加 在这以后呢 这个数量开始逐年的下降 这说明啊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契机 借着这个契机消化了一大批有外加意向的女性 很快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 人均GDP的不断突破新高 很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 一部分女生开始打消了结婚的念头 成了不婚主 另一部分女生呢 对婚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国内彩礼啊 是水涨船高 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还没有彩礼这个说法 可是那会儿结婚流行的是三转一响 彩电啊 自行车啊 红轮机这些东西 也没说要乔治买房 但是进入了2000年 特别是2010年以后 各地啊 彩礼就纷纷上涨 现在结婚 二三十万的彩礼 仿佛都是起步 还不包括什么喜宴啊 结婚啊 房车啊 这个条件 你别说国内男生有压力 国外男生也纷纷摇头 哎呀 取不起啊 取不起 这些条件 但刨去经济上的因素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些年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结轨 中国男性的画像 正在被改变 过去大家可能觉得 哎呀 国外男生啊 有钱 很浪漫 但今天中国男性的形象 也在日渐高大起来 在国内女生眼里 男生是买不起房 买不起车 给不起彩礼的 但其实在国外女生的眼里 中国男生就摇身一变 成了温柔体贴 愿意干家务活 知道疼老婆的好男人 这么先灵的对比 女孩子自然就知道 怎么去选择了